就是現在有傳出就是8月7日 就是可能會第四成這樣 然後昨天柯市長有說 耽誤到你的參選檢查 然後比較不好意思這樣 喔 因為市府是議題的 那剛好有參選檢查生病 我覺得這是互相分擔是應該的 而且市政的工作真的蠻多 我們現在工作量也很大 所以程序上是我說參選就會辭職 所以會依照我的既定的規劃來處理 所以是可能會等程序博覽會之後嗎 程序上就是程序博覽會是我的工作 這是我獨島的學務 我必須要把它完成 這個現在也沒有辦法加手他人 所以目前為止都在順利的進行中 那因為現在環狀縣 現在是由北傑提供 那他們因為明年就是要換新北 那他們今天北傑募工說 就是新北還沒有提出具體計畫 那環狀縣知道這些事情嗎 這個兩個城市都在協商 因為你要接手一個營運權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彭副市長跟新北市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協商中 那你如果要接手的話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接手 那當然是希望能夠雙方協商 那如果要我們的同仁 到新北的捷運公司去的話 那也要做一些協商 所以這個是兩個城市會妥善來處理 這麼大的事情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片面來決定 那因為昨天內斧交通問題 陳時中有在解釋說 規劃環東大道行街國道 才可以疏導就是國道回讀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射閘道快速通關是有必要的 你就回答很多次 專業的就回歸專業 環東大道的設計 有沒有射閘道的結構安全 這個是要專業判斷 不是畫個圖就能夠了事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用再多說五億就拿出具體的數字 那你們認為可以的就請拿出可行性 那可能就是因為林志堅現在論文問題還延燒 那民進黨內部不可能目前的態度還是很堅持 那會不會覺得說下半場林志堅可能還是會有危機 這個事情我看到只想到說我要怎麼教育我的小孩 如果我們在學校是這樣教育小孩的嗎 所以如果不是 那這個是讓留給人民去公平吧 好謝謝 謝謝 大家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輸入我的推薦代碼就會有折扣喔